美国总统拜登11月20号就要满81岁 年事已高的他呢 11号出席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时 再度上演了迷航祭 场面有一些些尴尬 那么拜登和副总统贺锦利等人 一起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 要为阵亡将士献花 影片中可以看到 拜登献上花圈 做完十次圣号 低头致意之后 先看了一队军官一眼 似乎有一点困惑 转身往回走了几步之后呢 又回头询问军官 军官相当镇静 帮他指出了位置 拜登才笑着走回原位 那么站在一旁的贺锦利等人 为了避免尴尬 低下头吉利要忍住笑意 不过他们上扬的嘴角 已经出卖了他们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Doord but not Kid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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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s